大家好,我是李云飞 马云说过很多经典的话 那其中有一句话说得我们深有感触 那就是这人要是成功了 他说什么我们都觉得是有道理的 所以你看马云到处去分享他的心得还非常的受欢迎 那为什么呢?因为人家成功了呀 所以呢他说什么话我们都觉得他讲的挺有道理的 那不过马云从摆地摊卖鲜花到现在的阿里巴巴商业帝国的打造 那这一路走过来确实也有很多的商业经验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马云在一次分享当中就讲到人要想取得成功需具备两个条件 那到底是哪两个条件呢?我们一起接着往下看 第一智商 马云说过这人要是笨起来你教都教不会真没有办法 马云说靠赌博想赚钱的人都是智商有问题的人 那这话说的赌博的人啊有点心碎了 那不过话糙理不糙 所以一个人想要做成一件大事 那拥有好的智商是少不了的 但是呢智商是怎么来的呢? 是你通过你的认知得来的 那一个人是无法挣到他认知以外的钱 那么认知我们又是怎么来的呢? 那是通过我们不断的学习累积起来的 所以说你可以不用上大学但是你一定要懂得去学习 那学习能力强的人一般都差不到哪里去 所以啊你再看一看很多大企业在招聘员工时文凭是硬性条件之一 那虽然说文凭代表不了你的能力 但是却能代表你有一定的学习能力 我们来看一看创业成功的这些互联网大佬都受过什么样的教育呢? 那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别人的事业啊都会越做越大做得那么好 京东的创始人刘强栋是江苏省肃谦市的高考状元 那百度的李彦宏是百大毕业 当年也是杨泉市的高考状元 那阿里巴巴的马云虽然数学只考过一分 但是人家第三次再考试时数学竟然考到了89分 而且人家学的还是英语专业 那这也足以证明马云的学习能力也是非常强的 腾讯的马化腾高考成绩呢是739分 那这个分数线啊当时完全是可以选择百大和清华的 但是马化腾最终选择了离家近的深圳大学 小米的雷军1987年是湖白省的高考状元 那高考成绩远远的超过了清华百大的录取分数线 当当网的李国庆也是当年的北京文科高考状元 百大学子 那看完这些你就知道为什么别人的事业越做越大 而我们的事业呢却越做越失败的原因了 那是因为我们的智商还不够人家好 所以我们好好学习才是我们唯一的出路 那些还在说教育是没有用的人只能证明你现在混的还不够好 第二情商 马云不但智商高情商还高 有一次一个观众来问马云 你对你的笑貌满意吗 马云回答 年轻的时候我挺不满意的 但是现在呢我觉得挺满意的 你看这个回答是滴水不漏啊 把马云当年落魄的无赖和现在成功后的自信 无疑的表达出来了 那因为当初马云去应聘肯德基营业员都没有应聘上 所以你看马云不懂得互联网 但是他却能拢住一大帮的互联网精英去帮他干活 成就了阿里巴巴的商业帝国 那这本身就是一种高情商的表现 马云说一个人啊想要成功 那智商和情商都少不了 那一个人有好的智商 但是没有情商 即使你成功了 别人也不会喜欢你 不会去拥护你 那这样你孤军作战 你也成功不到什么大气候 那一个人有情商 但是没有智商 你的事业也做大不到哪里去 马云说生活中一般情商高的人 智商都不会高 那是因为喜欢玩的人哪里会去喜欢学习呢 但是智商高的人一般呢 情商又高不到哪里去 那是因为一心只想去钻研书本的人 又哪有时间去学习社交和应酬呢 那听到这里啊 你就会明白了 那为什么成功的人总是一少数 总是这么少 那是因为情商和智商是成功的必备条件 那缺一不可 而我们普通人一般是鱼和熊掌不能兼得 你对马云所说的 人要想成功 必须要具备情商和智商 这两个条件 怎么看呢 欢迎大家留言讨论 今天就分享到这里 下期见